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以色亚书四十三章二十五节 经文说 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 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西伯拉中的作者说 神的儿子基督 他洗尽了人的罪 就坐在高天 智大者的右边 其以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以得赦免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瞎眼 心得看见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他为所有人而来 我们思想 他为所有人而来 这个题目 索尔都的经文在 以夫所书第一章 二十三节到第二章的十三节 新约圣经 以夫所书第一章 二十三节到二章十三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来寻我 耶稣我救助生在玻璃河 平海又卑微 我在马草中 河灯西起药蜜 赞美竹鸣 主来寻我 寻我 主来寻我 寻我 主来寻我 寻我 河灯西起药蜜 赞美竹鸣 主来寻我 寻我 耶稣我救助 怀怀怜怜悯慈爱 踏撇起天上 荣花江湿来 温柔儿和月照 醉人悔改 主来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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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路儿和月照 醉人悔改 祝来找我 找我 作词曲 李宗盛 耶稣我救助 将将自高天 今我总脱劫能 来自半天 乐在那日望着 鲜鲜云间 祝来借我 借我 祝来借我 借我 祝来借我 借我 乐在那日望着 鲜鲜云间 祝来借我 借我 以福所书 第一章二十三节到第二章十三节 教会是祂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祂叫你们活过来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祂要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祂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祂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你们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称为美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 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亲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3节 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3章16节 约翰福音3章16节经文说道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章16节 我们就以这处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约翰福音3章16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3章16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他为所有人而来 在人类历史上 福音好消息 已经拆掉了种族跟文化的繁离 因为我们有了共通点 都需要祭文 圣经告诉我们 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去了神的荣耀 不论种族 宗教或信念 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一个名称 那就是罪人 而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都能共用一个荣耀的称号 那就是以德赦免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他为所有人而来 这个题目 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 神要先知撒加利亚 对以色列人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神的也许是 如果恶人真实 并彻底转向他 就闭蒙连续 先知以西节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 所行的道而活 以色列家啊 你们转回转回吧 离开恶道 何必死亡呢 神满心愿意 有罪的世人 回头而存活 他许我们将 所犯的一些罪过 进行抛弃 为自己造一个 心心和心灵 亲爱的朋友 何必死亡呢 今天是 耶稣基督的受难日 主耶稣为什么 要死在十字架上呢 当我们犯罪 而使自己远离神的时候 神大可不必提供我们 一位救主 也大可不为我们 开启任何希望之门 他可以不要 呼召我们悔改跟回转 因为这是我们不配得的 但他在创世之前 就爱了我们 已经按照创世之前的 恩典约定 完成救赎大功 以彰显他的怜悯 神要把回转的人 分别出来 那确定荣耀 永远的拯救 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足以为所有的人 神爱世人 耶稣如果不是为了我们 转离所行的道 能活下来 他何用道征肉身 在肉身显现呢 他何用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呢 又何用整夜祷告 甚至在科西玛尼园里的时候 他祷告到 汗诸如大血点 滴在地上 酿恳切 希伯拉书的作者说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蒙了阴云 英国经教徒牧师巴克斯特说 我们的救赎主 背负了我们的罪 及全世界的罪 他为所有人的牺牲和赎罪 是完全的 赎罪的成果是给每一个人 但他同时强调 有一件事是真的 就是神的旨意是 绝不赦免和拯救任何一位 不借着相信和悔改而回转的人 耶稣为所有人而来 包括我们最不喜欢的人 基督也为他死 却不是人人都得救 神怜悯在无助中寻求 他的仁慈和护弊的人 要用奇妙的办法 称罪人为义 才会有耶稣基督的受难日 而在无助中转向神 希求解救 就是信 深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效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保罗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主来本不是照义人 乃是照罪人 诗篇143篇第二节 大卫在他的祷告中 对神说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是义的 耶稣是罪人的救主 一个罪人感到需要靠恩典得救 但那些自以为义 感到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 这样的人就不会转向神 在耶稣眼里 一个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 我这个罪人的税吏 他回家去 比那自以为遵守律法的法利塞人 导钻为义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并且他的恩典是格外丰盛 使我们借他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保罗说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 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因为神的恩典如此丰富 信主就不要有任何迟疑 就当像小孩子那样单纯接受 耶稣说 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已经替你付上赎假 他为你而死 借着他的血 你想有神在爱子里 所赐给你的一切丰盛 他是按着他极丰富的恩典 赦免你的罪 使你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耶稣基督的受难日 对你的意义 就是神使无罪的耶稣 替你背负了罪债 被看作是罪人 好救你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 为着世上的重罪人 耶稣必须像一个罪犯一样的 被拉到死地 神借着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的宝血 使你得赎 成为永恒的 有用的 神做喜悦 得奖赏的神的子民 耶稣为你舍了自己 要恕你脱离一切罪恶 又竭尽你 特做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他是你的义 神在律法上对你的要求 当你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 被圣灵引导 就可以成就在你身上 而当神的旨意成为你的意愿 神就在你身上得着荣耀 在基督里 我们因他得救 穿上了他的衣袍 领受他自己的生命 借着圣灵成为圣洁 脱离罪跟死的律 不但在人前称义 因着心意更新变化 也能够在灵界荣耀他 你信神能做这事 就是做神的功 主用重价 就是自己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 满着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你若信 这里边就有你跟我 耶稣以此献祭 在十日架上以此牺牲 就是永远赎罪 叫那得以成正的人 永远完全 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他的复活 证明神悦纳他所献的祭 他的保血 就是有功效的 就能为生命赎罪 我们在成生的过程里 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感谢神 是我们蒙他的恩典 以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义 我们能永居天堂 关键是因为得称为义 启特录22章14节 主说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权柄 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神与我们做他的圣殿 他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父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主说的 那些污秽不洁净的 就只能被隔绝在外 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 包括不守本位 堕落的天使 他们有一定的数目 奥古斯丁在所写的 《上帝之城》这本书里 曾写到 神用他的恩典 聚集起一个伟大的民族 让他们去补满 由于天使堕落 而在那可爱的天城中 留下了空位 因着救赎 全能的神 是公义和平安 彼此相亲 我们本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是他使我们在基督里 恢复他的形象 他把我们脚 引到平安路上 但耶稣为那白白 给我们的恩典 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好使我们个人能够蒙恩 神浩大的恩典 欢迎每一个罪人 这恩典 并不弃绝任何人 约翰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恩典多奇妙 愿意领受的人 都可以得着 写事录22章17节 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只要愿意 无论是谁 都可以凭着信心 安息在神的恩典中 艾提亚波的太监 意大利英的百夫长 哥尼流 卖紫色布匹的 绿蒂亚 菲律比监牢里的狱卒 他们听见福音 就欢欢喜喜的 到主这里来了 神不偏待人 耶稣基督的家坡里边 有喇合 路德 跟塔玛 神愿意万人得救 他要施行救恩 直到地极 并且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 耶和华的眼目 便查全地 要选大能帮助 那向他心存 承受的人 亲爱的朋友 基督已经在十日架上 替你担罪 你若忽略 这么伟大的救恩 怎能逃脱那将来 要临到你的审判呢 这关系你平安的事 关系你永恒的事 你怎能不放在心上呢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作者说 按照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 且有审判 像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 担当了多人的罪 将来要向那等候 他的人第二次显现 并与罪无关 乃是为拯救他们 基督在这末世 显现一次 把自己献为继 好除掉你的罪 你若拒绝 等同于把神的儿子 重定十字架 明明地羞辱他 因为神已经连续你 而你却是这样反应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人践踏神的儿子 向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诗人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神差一趟的儿子降世 要叫诗人因他得救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 看不见永生 看见的将是神的震怒 落在神的手中 真是可怕 尝过听恩滋味的人 人若离弃信仰 得知真道 却不能坚守 也是如此 对离死不过一步的世人 一定要郑重知道 愉悦节的羔羊已经宰杀 神说 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 就越过你们去 神就众人的恩典 既然已经写明出来 就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家就必得救 你信主 你得救 你家人信主 你家人就得救 不被定罪 被神称义的人 就有福了 主的小羊被寻回 在天上 常见天父的面的使者 也要为他欢喜 主深爱他的产业 没有办法不顾念他的羊 他爱惜你的灵魂 替你死 使你能靠着他进到神面前 受难日要告诉你的 就是只有恩典能救你 而你所能做的 就是相信并接受这恩典 基督约苏将是 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靠的 是值得完全接受的 在罪人中 哪怕你是个罪魁 你也能够蒙怜悯 这就是奇异恩典 让我们恭敬 将权柄 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和颂赞 都归给 曾被杀的羔羊 我们再来背诵 今天的金句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请我们一起祷告 父王感谢你 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 你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主啊 你记得旧约的赎罪日 遥遥指降 你将来要为我们 成就的美事 你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你爱我们是何等的身 你为我们舍命 从此 我们就知道何不为爱 我们也当效法你 主啊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 欢喜 因为你为我们 开通了永生的泉源 你说凡愿意的 都可以来 白白取生命水喝 帮助听见这篇信息的朋友们 明白 他们一生当中 可能会有的最大果实 就是拒绝你的爱 就是忽略 这么伟大的恩典 这么伟大的祭文 愿你纪念今天 在无助中 转向你的朋友 照你所应许的 赦免他们的罪 洁净他们 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带回 你的国度里 愿你的真道 被更多人明白 把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你的教会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 同在同行 你长避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奄行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